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的执行秘书吴华嘉 基层实力都不弱 另外还有民众党刘伟巡 很早就布局地方经营 再来看武党籍 武党籍新人众多 三名里里长许超胜 转换跑道实力不容小觑 还有关注长照资源的医师李伟华 幕僚出身的黄继棠 前议员张明杰 以及天行者慈善协会执行长黄永祥 蓝 绿 白 橘 实力及武党籍 十五抢七战况激烈 我们特别为您录制及搜集 15位市议员候选人 30秒的自我介绍 让大家来认识 大家好 我是安诺书市议员 丁地贼头 红森永 森永 我最期 三人人家理事 两人家议员 毫无所在亲切 有专业 有专业 是三人民意代表 最后的领算 春夏安诺书的红星期术 予以支持丁地贼头 贼头 红森永 拜托 拜托 感谢 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二号议员候选人 江欣怡 过去我长期在媒体担任独立记者 后来我来到我们时代力量基隆党部 担任副执行长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看见安乐区现任的议员 常常开会迟到早退 甚至完全没有去开会 根本没有在议会当中 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把关 也因此 这一次我出来参选市议员 我们希望继续推动交通平权的改善 推动我们整个安乐区 通勤环境 通勤族权益的保障 我是安乐区二号候选人 江欣怡 监督改革让我来做 谢谢 各位相亲好 我是安乐区秦真 在此跟各位报告 二十届的议员继续参选 我是登记第三号 那这是我最主要参选的目的 基隆相前行安乐要更好 希望各位朋友 假设希望这本农民力话 欢迎来索取 因为农民力里面 有我所未来 我们安乐区向前行的 一个要更好的一些标的 以及我过去所做的一些地方基层 要向 希望各位能从这个农民力 了解来支持秦真 让我秦真继续为大家 服务长长久久 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市议员 登记第四号 庄景田 第四号 庄景田 景田当过五届的议员 二十年来 认真 用心 在服务 永远 以老百姓为优先 请大家 继续支持 最认真 最用心 服务 最实在的 第四号 庄景田 第四号 庄景田 世代连结 安居乐业 大家好 我是林佩祥 过去的四年间 佩祥成功争取了 安乐内湖县 实现了当初选举的诺言 而未来 佩祥也会继续努力 跟通勤族们站在一起 捍卫我们通勤的权利 你好 我是林佩祥 这次安乐区市议员选举 登记第五号 请你多多支持 五号林佩祥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六号 余三发 三发来自于基层 从里长做起 对地方的事务 一直不予余力 目前我们 五轮溪淹水问题 已经在努力之下 获得逐步改善 我们后续 还有中期 长期的计划 需要我们继续推动 包括基金公路 塞车的问题 也逐渐有改善 后续我们还有建议 快速道路 需要我们继续推动 希望各位 给三发机会 让我能够留下来 继续为大家努力 六号 余三发 拜托 拜托 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师员 候选人7号 许超胜 担任里长12年 我和我的叔叔 前基隆市长 许才力一样 由里长做起 援出必行 这一次超胜 受到林家姐姐 台中市长 卢秀燕 唯一支持推荐 肯定许才力 支持卢秀燕 票投7号 许超胜 拜托 拜托 7号 许超胜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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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安乐我的家 服务找华家 我是安乐区 市议员候选人 8号 吴华家 担任蔡世英 委员服务处 执行秘书 长达6年 经熟的服务案件 超过8000件 我是最有经验的新人 以关心在地为出发 期许成为市民 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延续基隆市的美 成就让安乐好 还要更好的目标 请让吴华家 为例到丁星瓦底家 安乐我的家 一起来头吧 各位亲爱的 鸡兰亲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纪元定期 第九号 9号 很好的张之豪 很感谢大家 四年前 让我这个机会 替大家服务 四年以来 我们当时完成 很多 很好的工作 包括到 我们台湖伦 圣女运动公园 第一期完工 包括到 我们的来聊 里面中心 外面的工程 也有包括 我们的四维公园 洛城 而且大家很爱来 接下来 我们这四年 也希望能够 看到基隆更多的进步 希望大家 让人心打名的 少年议员 继续替大家打名 议员请支持 第九号 9号 很好的张之豪 感谢 我是一个在地服务 30年的 阿比喽科医师 今天是因为 看到了我们社会的问题 而出来选市议员 这个问题呢 就是长照的问题 和医疗资源的不足 在我们的议会里面 几乎看不到 医疗的专业人员 可以监督 引导我们的政府 做出一些 比较适当的方向 今天我站出来 身体力行 投入防疫工作 希望之后能够在 议会和现在的 医疗工作中 对社会有更通盘的服务 我是李永华医师 10号的阿华医生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凯琳 郑凯琳 四年来谨记 一生理想 全力以赴 带着各位好友的 期待与鼓励 终于完成多项 多年来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在这边凯琳 希望各位好友 用选票再一次 肯定凯琳 支持凯琳 让一生理想 把全力以赴 11号 郑凯琳 继续为各位来服务 拜托 拜托 哈啰 你好 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12号 黄继堂 我曾经是一名广播电台的DJ 因缘际计会下跨足政治幕僚 一路从基层做起 累积丰厚的羽毛 我想趁年轻的时候 把理想与热情奉献给我所爱的家乡 安乐 让基隆成为一座名为友善的城市 我们有着不同的过去 却有着共同的未来 这一次我们不为谁 一起为安居热业的未来 投一票吧 各位安乐区的乡亲士大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候选人定期13号 13号的张敏杰 我当初以来一定做好 第一 要来照顾我们的老人 第二 要来增加我们的庆车庆 第三 要祝福我们的公共 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拜托 议员在11月12月 请到13号 13号张敏杰 拜托 拜托 各位乡亲父老 大家好 我是台湾民众党 安乐区 唯一提名登记 14号 刘伟寻 当大家厌倦 蓝绿恶斗的同时 白色力量 及拥有丰富 市政经验的伟寻 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麻烦大家 11月26号 请唯一支持 头发最白 最年轻的 14号 刘伟寻 第二场金融市长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 昨天晚上在金融有线电视摄影棚举行 相较于第一场火药味 减少了许多 其中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更向金融市政府团队喊话 强调胜选之后 要延览优秀人才留下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慎应则 回应表示自己在立委任内 已经与金融市政府有密切的合作 早就是同一团队 在三间金融市选会主委的金融市副市长 林永发主持下 五位金融市长候选人 依抽签顺序发表证件 准备标准一百位人士主党 党名可能就叫做逍遥党 为什么呢 因为台信方案的理念思想 可以说是更远于 中国思想家庄子的逍遥哲学 来施把台北跟首尔 从我们现在新社的远区里面 具体的留下更多给新创 给青年发展自己创意的空间 同时支持更多的资源 不管是贷款 不管是业师的协助 软体的协助 空间的交流 以及说呢 最重要的是能够有 让青年展示自己创业成果 而且实验自己商业模式的平台 因为我走遍了这个大街小巷 人民告诉我 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在这边 我认为说我没有大咖 反而是我走遍了这些大街小巷以后 我们伟大的36万市民 我们在市场的这些摊商 在这些劳苦工作的这些人的心声 就是我的最大抗 所以要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府的团队来喊话 就是大家辛苦了 小孩爸爸了解到 大家这几年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但是我们即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俩有信心这次会当选 我希望我要留住跟延览更多优秀市府团队的这个机会 我们的北五赌研发新市镇的总的面积 大概在70公顷左右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加起来 接近六五工业区跟大陆工业区的面积 所以对市医院来讲 推动北五赌研发新市镇的计划 将会让基隆的工业产业园区多一倍的面积 对于基隆人来讲 对于东台北产业生活圈的串影来讲 都相当的重要 林永发也再次提醒市民 11月26号踊跃出来投票 选出心目中的理想市长 五位候选人他们的政见 我们希望能够让市民们多了解 让市民们有一个抉择 那也请市民朋友们 不要忘了 11月26礼拜六 然后8点到下午4点 带着身份证跟投票通知单 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开票所 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基隆市选会方面表示 第二场电视证件发表会 在11月23号 及11月24号晚上7点 在基隆有线电视频道重播 想要更深入了解 候选人提出哪些证件的市民 可千万别错过 进入选前最后关键 韩国瑜再度来到基隆 为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 进行车队扫街 争取选民的支持 画面上就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第三度来基隆为小爱爸爸 谢国梁入选 下车到达的那一刻 现场的气氛立刻沸腾 围观的民众跟粉丝 一起为谢国梁喊冻算 也为韩国瑜加油 很多里长很多地方人士都相当期待韩市长的到来 我早上也跟大家说 很多人都准备了鞭炮 要来欢迎韩市长 各区都有 所以相信今天会是一个很热闹的下午 我这个竞选对手现在就是酸葡萄了 但我只是想提醒他 他越酸 我觉得对他的票数会越减少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乐观正向 像陈其邁市长来 我们也欢迎来基隆 这个对不对 来基隆帮忙 我们觉得都是好事 最好还能够促进基隆的消费 所以我不会像我的对手一样酸葡萄 我也建议他不要一直很酸 这样子选民会觉得看了不太舒服 谢国朗表示 最后关头他认为要快乐选举 希望争取大部分选民的认同 一起让基隆未来更幸福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道 选战进入倒数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和北高市长候选人林家荣和陈其邁合体向选民败票 宣传共推的首都通1200元吃到饱 而高雄市长陈其邁自爆是自己打电话给蔡世英自告奋勇要来帮忙 他相信蔡世英一定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好市长 延续基隆进步就要蔡世英来当市长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林家荣 正在基隆最热闹的爱三路 向路过民众宣传1200首都通的政策互相拉台 包括基隆捷运跟西东捷运 另外当然首都通交通业票 基北北桃首都生活圈除了我们看到的捷运之外 其实更重要是纳入台铁以及国道客运 还有机场捷运以及未来的基隆捷运 这几个部分都纳入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让 整个首都圈的通勤有一个新的展现的面貌出来 不只有林家荣下午高雄市长陈其邁也北上合体立体 蔡世英打大咖牌全力吹票 我是基隆出生 跟基隆很有感情 在佑昌当时要选市长的时候 我也跟他成立联合服务处 我们陈委员当时是立法委员 还特别来到基隆为我高歌一曲 获得现场的满堂彩 他过去这两年 两年当成四年在用的拼高雄的经验 确实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高雄跟基隆 南北两个重要的港口都市 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学习 可以互相能够来讨论的地方 而高雄市长陈其邁也陪着蔡世英扫街败票 出生基隆的陈其邁对基隆有很深的情感 一直把基隆当成他的第二故乡 一天内找来新北高雄市长候选人来站台 扫街败票 赞世英要离拼最后的胜选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道 基隆Light Store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 肯定黄又昌 票投蔡世英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同志位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激情 我是七赌七四一言候选人 五号张耿威 耿威无党 无派 二十多年来 秉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步 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耿威需要你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 是五号张耿威 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 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登记第四号 继文泉 继文泉是在地创业青年 非常希望把基隆流失出去的青年朋友 找回基隆 大家一起来发展基隆 创业基隆 特别拜托仁爱区所有的好朋友 全力支持登记第四号 继文泉 继文泉感谢大家 韩国瑜拜托大家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经过四年的规划 金融市长林佑昌宣布 北无赌国际研发新政计划 已经大致完成 搭配金融捷运新建 将以临近捷运车载 周边29公顷土地 作为产业优先的发展范围 未来20年 渴望成为金融产业 与就业发展的新引擎 林佑昌表示 在金融捷运定案后 位处于新北市与金融市交界处的 北无赌大片的仓储区将转型 其中29公顷将作为 优先产业发展范围 不仅是智慧研发园区 也会打造新的产业聚落 特定专用区 产业专用区 及捷运开发区等 成为首都圈新的产业基地 这地方是金融市跟 新北市的一个交界 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人群 结合的新北市那一边 他们也一样 配合的金融捷运的开发 他们也会有新的产业基地出来 那未来金融人 金融市民就有机会 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更多的就近就业的这个机会 配合北无赌国际研发新政的规划 还有三大交通配道计划要同步进行 包括串街无赌交流道与台武县的联络道 赌兰一之一地下渣道拓宽 及大德路拓宽案 其中赌兰一之一地下渣道拓宽规划设计案 已经开始推动 原则上应该是明年 赌南闸道的规划跟设计要完成 然后希望是明年底后年初 赌南闸道的一个拓宽的工程 必须要进行 第二个是大德路的一个拓宽 大德路因为现在不是都市计划道路 所以我们大德路的拓宽 必须先进行都市计划的变更 近年来在中央权力协助下 包括山坡地解编等 县市基隆和股发展的紧箍咒去除 后续才能推动都市计划变更 及基隆捷运开发等 他相信未来不管是谁当选市长 都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务实踏实的 带领基隆市往前迈进 在基隆市长林悟昌和立委蔡世英 共同向中央争取经费下 耗资2500万元新建的信义区青磁馆 即将在12月试营运 将将将将 基隆市长林悟昌和立委蔡世英 以及社会处长吴挺峰区长徐雅文 市议员江建玉 陈怡和姓律里长吴明达 以及陈君佐市议员候选人等人 一起开新匕首式向家长们宣布介绍 耗资2500万元 七个行政区中 最后也是最新一间新盖完成的 信义亲子馆即将在12月试营运 明年1月正式启用的好消息 我们赤字了2500万元 中央补助1700万元 地方自筹800万元 在1楼的部分可以提供0到2岁的拖婴 有12名的小朋友可以来使用 另外2楼的部分就是亲子馆 2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在这边使用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未来会成为我们新区很重要的一个亲子 活动跟服务的一个空间 因为市长当时提了一区一亲子馆的计划 那再跟我提了之后我们也协助向中央来争取补助 所以这一个案子是由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亲子馆 那其实你可以看它的外观的设计就非常的色彩化 就是跟我们过去金融市的许多建筑 相对之下它今天非常的活泼 那也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未来来到这个地方低眼的感觉 就觉得这是一个让它快乐跟温馨的区域 那更重要的是它在里面除了亲子的部分之外 另外有推动了2岁以下的拖婴中心 所以未来包括拖婴跟亲子的部分都可以来纳入 那这也是表达我们之前推动的一区域拖婴的这个目标 逐步的来推动 那不论是拖婴或者是亲子的活动 事实上都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有一个区域可以来 林佑昌特别感谢立委蔡世印 中央政府基隆市议会 以及当地里长和许许多多的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打造友善动物环境 基隆市长林佑昌宣布基隆首座宠物公园 将落脚暖暖运动公园一处闲置的绿地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明年3月前完成整个细部设计并进行施工 希望能在明年6月前完全启用 宠物公园的选址呢 之前产发处应该找了不下10个地方 不下10个地方 然后一一的过滤 这些毛小孩 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去那个地方去玩 那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个 大家已经习 就是大概已经习惯去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宠物公园设在这里 然后把相关的一个设施环境 把它整个整理好 觉得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 采访发展处方面表示 金融首座宠物公园将设置有隧道 高桥 悄悄板 S杆等多项游乐设施 还有屋顶细流亭提供 四组与毛小孩 则应使用 晚上也提供夜间照明 希望让毛小孩可以在宠物公园 安全又自由自在地 尽情奔炮 选举投票倒数计时 副议长林沛祥在网路上推出 以南港展览馆为背景的温馨感性 告白短片 请选民继续支持 让基隆变得更好 甚至到这一届的最后面 还是有一些耳语 去讲说 林沛祥我们的啦 票数官啊 我们的啦 我们的我们条的啦 因为他因为我们条 所以票应该都分给我们 我一点 我比较有意义 我比较有意义 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觉得很不甘 为什么做认真做事的人 认真工作的人 要去分把自己的成果 把自己好不容易 做好的工作成果 去分给那些不认真的人呢 我一直认为 身为一个议员的候选人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的候选人 你会说自己危险 就是因为你不够认真 如果你认真的话 你就不用临时抱佛脚了 我希望这个心情 透过那支影片 可以传达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那我刚好是在安乐区 我刚好我最care的是通勤组 那我想其他议员 认真的议员也有一样的想法 那我们只能呼吁说 觉得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 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想要好好把基隆市 变得更好的人 那如果你刚好也在安乐区 请你支持5号林培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3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每个人都应该 为了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的广 würde 一帮败的资讯 脱败外 她是誰 你朋友啊 不是 總而言之到我是誰 我只是要追求她而已 不要去騷擾我了好嗎 不要再動手了 請她說這個人騷擾我的同事 我沒有 請跟我們回派出所一趟 我們了解一下 先生這邊請 可是我只是送卡片而已 我怎麼了 警察先生 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有犯法了 先生 你已經涉嫌觸犯 跟蹤騷擾防治法了 後續也會請家訪官 還有社工人員別助您 這邊是你的告誡書 警方在這邊嚴正告誡你 不得再有這些騷擾行為 喜歡一個女生 你應該更尊重她的意願 你自己應該可以做更好的選擇才對 小米小姐您好 這裡是大安分局的防治組 目前你的案件 我們已經列入密切的關注中 如果有什麼樣的狀況 請您要特別的留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先生 前面沒人 我甩上 他就是留意 麻煩通報一下 動兩動兩 你會做更好的 我會做更好的 他會做更好的 他會做更好的 有了 收尾 收尾 要令人不舒服的追求 更要勇敢说不 寻求帮助 我们会是您最大的后盾